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常进生活》 我是Jenny, 陈珍妮 欢迎收看《常进生活》 这个马跪又差不多到尾声了 在萨科的前夕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 就是有马台奥斯卡之称的冠军人马奖 可以说是马台奥斯卡之称的冠军人马奖 可以说是马台奥斯卡之称的冠军人马奖 过去一年的成绩表 以表扬马匹、骑士和练马斯 在过去一年的精彩表现 要知道得奖的人同马是如何决定 以及今届有什么热门 当然要请教一下平马人 我们今天邀请到O仔张美德 上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O仔你好 你好 先说一下骑士方面 潘顿上年是112场头马 而今年是莫雷拉成绩最好 你觉得冠军骑士是否已经枯枝欲出呢 我想已经有定论了 虽然潘顿今季的演出仍然很好 但莫雷拉得到支持和赢的头马数目 如果用比喻来说 真的拋离一条街 就像跑马那样说 他入直路的时候 已经带来后面的马匹20个马位 他带来第二位的潘顿 也有几十场头马 理论上就是可能追到 但实际上真的没可能追到 所以今届的冠军骑士 也肯定是莫雷拉 我们不能错过 绝对是选香港马王 其实选香港马王有什么准则呢 选马王是一个专业的评审委员会 分别由马会的专业人士 和平马协代表 平马界代表一起去选 可以很有客观性 看到哪些马 他本身的能力、成就 竞赛的表现最出色 那一辈就可以成为马王 那今年的香港马王选举 你觉得是花乐谁家呢 我相信都会是 就是步步有 会成为今届的香港马王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马王 就要有一个特质 就是他不单止赢对手 还要有王者风范 步步有赢的国际一级赛 那种姿态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种 他就好像走过那样 就已经把对手摧毁 是 就是在其他质素很好的马匹 在那里努力 努力增持的时候 步步有用很轻松的姿态 就已经过了他们 而且是可以抛离对手赢马 所以我想这种风范 很明显就是王者风范 所以他也是得到 这么高的国际评分 亦都是他这个姿态 可以说是今季 没有什么其他马匹 可以跟他相比 所以马王一定是他 多谢O仔和我们说了这么多 有关冠军人马奖的一些资料 那大家都不妨入马场 去支持你心水的 骑士、马匹和廉华师 我们下集再见 6月14日 星期日沙田第七场赛事 第三班千四米赛事 一出闸 金碧阳光抢出 声梦第二 勒得狠手在第三 金碧阳光越放越顺 勒得狠跟得较前 而华欣亭和纵宏大地 就跟在七八位左右 转弯入直路 金碧阳光依然领先 勒得狠率先投出 最后二百 勒得狠走掉 华欣亭和纵宏大地 越追越近 勒得狠有点外闪 潘顿修整 继续推骑 纵宏大地走势很强 过终点 勒得狠第一 纵宏大地跑第二 华欣亭保持第三